各位朋友大家好 新的播放清单 体质的特性和养生 里面有三个视频 是有关狗类的体质 今天跟大家讲的是狗类之中的羊虚体质 它的特性是什么呢? 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同时你自己是否是这个体质 跟大家一一分析一下 什么叫羊虚呢? 羊虚是指人体的阳气不足 这就会令你的抵抗力衰退 生理机能又会下降 多数你会觉得很怕冷 手足冰冻 精神又不够 很喜欢吃热的东西 而且这个性格又会比较内向 容易有谈饮、肿胀、摘射这些寒症 冬天大家都想进步 那么你如果进步之间 你不选对自己的体质 就懂得其反了 所以跟大家了解一下 你自己是否是这个体质 有十点 如果你传中 你就真的走不掉 就是这个体质了 跟大家讲一下羊虚体质的測示表 第一点 是你的体型是虚伴 肌肉不硬 是泡的 好像我们俗语讲 堵囊冬瓜 肌肉是松软 不结实的 第二就是你的性格比较内向 喜欢静 不喜欢活动 或者你间中会觉得 消沉悲观 第三就是你的面色 会苍白 或者是又黄又暗沉 第四你的肤色 就是暗淡无光 同时容易生黄蝶的斑 第五你很怕冷 特别是腰部和背部 你觉得特别寒冷 手脚自然是冰冻 所以你很喜欢吃热的东西 和喝热的东西 第六你头发很稀疏 很容易脱 而且是很响的 没有光泽的 第七你的目光没有神彩 精神又不振 整天都想去睡觉 第八只的大便是不成型 稀薄的 第九你的小便 有时点点滴滴地出 很长的时间 才完成你的排小便的过程 第十 当你省眉眉眉眉 你就会容易出冷汗 这十点都是羊虚的体质 我们如何去调理 所以饮食方面 適宜吃些性质热的食物 好像肉类要熟食 多吃些羊肉 鸡肉 这些是壮羊食品 不要吃生冷 五菊方面 可以试试吃些糯米 特别是皮肺虚弱的人吃 是很好 五菊 適宜吃大草 因为能够补中益气 养心神 坐脾胃 保肺气 蔬菜 適宜选择韭菜 因为它温中有行气 五菊就是羊肉 因为最保气血 我们日常生活的方式要如何呢? 这些羊虚的朋友 在寒热交替的时候 要很小心 衣物更换的幅度 不要那么大 多拿衣服 安全很多 一定要注意保暖 而冬季的时候 适宜多些运动 但是夏季 不适宜剧烈的活动 你要保证有充足的睡眠 一定要避免疲劳过渡 而运动方面 就要根据自己的体力强弱而定 散步、慢跑、八段感、太极拳 或者各种球类活动 和舞蹈活动都可以选择 也可以多些做日光浴 做下气功都很好 而药物方面 你可以选择一些保养驱寒 温养肝神的食品 可以选择下鹿茸、稻种、夹拐、冬虫草、核桃和兔狮子等等 至于这类体质的汤水 我会在接下的视频为大家介绍 记得你的体质 千万不要错过 多谢你的收听